男人只是随手从冰箱里掏出一坨冰块泡酒喝 却突然闻到冰块中涌出一股腐蚀的臭味 他拿出来仔细一看 里面果然有一团深色的不明物体 他和妻子拿起放大镜观察 里面竟存在着一只上古时期的猛马像 像标本一样被死死固定在其中 更诡异的是猛马像身上还插着两只打猎用的长毛 这时博美突然想到要把大象放冰箱笼共分三步 于是他赶紧先把冰箱门打开 紧接着就看到了令人震惊的场景 自家冰箱里居然存在着一个微缩的人类文明 像蚂蚁一样的人类正在辛勤地劳作 隐约看到黑暗混乱的社会环境 可以判断人类已经发展到了中世纪时代 泰迪和博美对里面的一切都充满好奇 他们愣在原地仔细观看 觉得自己犹如上帝视角一般 而对于人类来说他们就像是定格的宇宙 虽然充满未知 但却早已习以为常 因为两人只是观察了一分钟 人类世界却已经过去了上百年 泰迪终于明白原来他无意间掏出的猛马像 事实上是远古时期留下的遗憾 泰迪小心翼翼地将猛马像埋进了自家花盆 仅仅这么会攻附冰箱里 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时的人类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 随着时间飞速流逝 人类的发展也在突飞猛进 万丈高楼平地起 社会环境大变样 由传统的手工业逐渐转变为先进科技 这不可思议的变化让两人看得入迷 有那么一瞬间仿佛觉得自己就是上帝 然而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文明推动着科技的发展 科技也在加速着人类的灭亡 人类已经掌握了核武器 只见一颗巨大的核弹突然从天而降 泰迪直接被炸飞在地 满脸灼烧的通红眼睛也险些被闪下 博美怀疑人类会就此灭绝 他实在不忍心看着这一切发生 便默默地关上了冰箱门 这是出于普通百姓对战争的厌恶 不久后泰迪还是忍不住好奇心打开查看 意外的是人类不仅从那场核战争中停了过来 还发展为更先进的全智能化时代 一个十分具有未来科技感的绚丽世界展现在眼前 不由得令人惊叹 紧接着一束束科技之光冲出冰箱 环绕在泰迪和博美身旁 整间房到处冲溢着闪耀的光芒 所有光线凝聚成一颗球体 这颗光球象征着人类思维与智慧的结晶 最后光球又回到冰箱然后突然消失 可以理解为人类已经达到了更高等的阶段 已经冲出宇宙带着自己的文明移居到了另一个星球 此时的泰迪和博美竟产生出一丝不舍 亲眼目睹了人类文明发展和消失的全部过程 心中五味杂陈 似乎也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归宿 他们依依不舍地关掉了冰箱门拔掉插线 第二天泰迪再次忍不住打开冰箱 没想到冰箱里又一次重启了新的生态 映入眼帘的是远古时期的恐龙时代 这个庞大物种正统治着这个世界 一个新的轮回将再次上演 或许此时的我们也已经在神的注视下经历过无数次的轮回 每一次人类都带着期望 努力发展成更高等的文明 然而每一次却都是因为飞速发展从而加速了灭绝 因为我们对生态有了更强的破坏力 战争更具有毁灭性 最终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吓得我赶紧打开冰箱门钻了进去 趁现在我家冰箱还没发展起来 我现在就要去坐这床是第一人